顏面9,有一個p.xyz 是平面1上面的點 平面1放4給你了 那現在要問你說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它的最小值在多少 那這個題目第一個 這個點是在平面1上面的 第二個,它要求是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那這個跟剛才不一樣 這個沒有根號 那有根號的時候你比較容易想到距離 那現在沒有根號 其實它是距離的平方 這個不要忘記 平方平方平方相架的話 要想到距離的平方 所以這個呢 它的最小值其實就是 根號的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最小值的平方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這根號的x平方加z平方 y平方加z平方 其實可以看成xyz 有一個點叫xyz p.xyz p.xyz 好,到哪一個點呢 就是000這個點 那它的距離的話 po的距離其實是根號的 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好,那麼現在呢 如果你要沒有根號的話 其實它就是直接在平方 所以你要求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其實是原點 原點000到p點 它的距離的平方 那p點是什麼 在平面上真的一點 所以它的距離其實可能是在這裡 也可能在這裡 p點它跑來跑去 那這些點什麼時候 平方它的值會最小 就是說你這個 op線段最小的時候 它平方就會最小 那op線段最小 什麼時候呢 這o點到這個平面的距離 什麼時候最小 當然點到平面之間的 投影點這個距離 就是o點到原點 到平面1的距離的時候最小 所以最小距離其實就是 o點到平面1的距離 那現在它還要再加個平方 這po的最小值 的平方 所以你就會得到就是說 原點到平面1 它距離的平方 那原點到平面1的距離平方 當然也是 就是法項量分枝 就是根號 3平方加2平方加1平方分枝 把這個點000帶進去 那等於0不要看一下角度值 所以帶進去的話 這邊都是0-2 就是-2的角度值 所以這個分母就是14 那分子啊 這有平方嗎 更到14的平方就是14 那分子2的平方就是4 所以1分是7分2 看看問題